blank OK OK不用講髒話也不用留言叫我省一點 碧咸這些男人天花板 我想真的世界上都沒有什麼人假裝到他 不過要跟他享受相同的美聲 戴著他們就行了 其實玩到假裝碧咸那麼嚴重 都是為了介紹他們 不過在介紹今天的耳機前也要提醒大家 記得Like、Comment和Share我們的影片 還未訂閱的話就快點訂閱 按鈴鐺就可以第一時間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 好,現在正式講一下今天的主角 B&W的PI8和PI6耳機 其實對音響有些認識的都應該會認識這個英國品牌 他們最有名的就是這一對喇叭 還有The Beatles都去錄音的Abby World Studio 都是在用他們的喇叭 那你就知道他們的質素有多有保證 而近年除了喇叭 他們的耳機都得到用家相當的好評 好像我都介紹過的PX7 S2E 還有出名靚聲的PI7系列 而今次要說的就是PI系列的新作 先說說定位較高的PI8 開箱內有說明書、耳機本身 還有三對分別是L、S、XS的耳膠 當然不少一條USB-C to C 以及3.5mm轉USB-C的線 有用開PI7系列的就會知道他們有多重要 不知的都不要緊 之後我們再說 再看看今代的外形 無論耳機盒還是耳機 都用了很簡單平實的設計 雖然少了一些PI7系列的獨特風格 整體變得比較圓潤 不過換來更細的體積 以及更加好的配戴感覺 說真的就這樣說設計的話 我是喜歡上代多些 不過機盒拼起來 今代的確是小了很多 更加重要的就是 上代戴上去其實是有些耳脫的 而今代的耳機小了很多之外 戴上耳朵的重量分佈和平衡感 都好了很多 我就試用了兩星期 基本上就完全沒有脫 就連做健身、做運動都完全沒事 接著就說說最重要的音色方面 PI8 支援 aptX ADDACTIVE 和 aptX NORTHLESS 可以聽到24bit 96Hz 靚聲之外 最盡還可以聽到CD鑑定級無損HIFI 效果 而耳機本身就用了和 PX8 類似的 12mm 碳膜驅動單元 最明顯感受到的就是低音質素很高 夠力量之餘亦都有層次感 不會單純只是很勁、很澎湃 而是會聽得到當中的細節 中音、高音、人聲亦都表現出色 聲音就好像將一隻 PX8 放入 PI8 般正 相信除了是它的單元夠高質之外 亦都是因為它用了獨立的 ADI DSP DAC 和放大配置 還有由旗艦喇叭團隊開發和調過聲 令到聲音質素都更加高 好了 之前都提及過這兩條線 除了 C to C 可用來充電之外 它們更加是 PI8 其中一個重點所在 不少人都嫌 iPhone 無線聽歌不夠靚聲 那 PI8 加上這條線 就是提升 iPhone 無線聽歌質素的最佳拍檔 都是那句了 用過 PI7 就會知道了 其實條線是可以用來接駁耳機盒 以及其他不支援 APTX 的裝置 接駁後耳機盒就會啟動 APTX 自我調整重存功能 變成音訊發射器 接駁耳機 令到沒有 APTX 的裝置都一樣聽到高質靚聲 而它的使用方法都很簡單 就是直接將裝置接駁到耳機盒 耳機就會即時自動變成接收耳機盒的訊號 非常方便易用 除了接駁電話 就連電腦、平板、遊戲機 甚至乎飛機上看電影都一樣 其實本身就這樣聽耳機已經覺得它很好聲 不過一用了耳機盒 聲音是即時聽得出有提升的 高中低音都有提升到另一個層次 整體的清晰感亦都更加高 如果你用 iPhone 的真的必須要一試 保證你會聽到從來未在 iPhone 中聽到的無線靚聲 當然如果你用的是本身已經支援 APTX Addictive APTX Noteness的裝置或電話 那就不用用到它了 降噪方面 PI8 的自我調整降噪都做得很好 基本上大部分街上和交通工具的噪音都可以隔了 調整都很自然 播放音樂之下亦沒有我好怕的耳壓感 還有就是就算降噪能力強 亦都沒有影響本身的靚聲 另外通透模式都是要一讚的地方 聲音相當自然 不會有一些其他耳機好像經過麥克風再發聲的聽感 就好像真的用耳朵直接聽一樣 不過我對它的降噪就有少許意見 就是它只得開、關和通透三個選項 沒有得自由調整降噪的level 或者是因為廠方對它的自動調整真是很有信心 覺得用家根本不需要再花心思去調教 之後就到通話收音了 我就照慣例去了街外不同的地方實施 直接給大家聽一下滿不滿意 現在我就直接用B&W的PI8 在這麼吵的街上錄音 大家覺得清不清晰呢 接著我們就移私到商場 雖然沒有太多人 但在室內環境其實也挺吵的 也試試用這個PI8 看看錄音是否清晰 我自己就覺得相當不錯 特別是對比我用過的PI7 就有明顯的提升 收音清晰了很多 根據官方資料 原因就是今次的新設計調整了收音咪的位置 令到收音比上代好 亦都確保不會被用家的耳朵遮擋而影響收音 講起舊一代的PI7 我就想起用它的時候 靚聲就真的很靚聲 不過連接的穩定度的確就有進步的空間 特別是在人多的旺區和兩隻耳機之間的連接上 到了今代PI8 問題可以說得到完全的改善 用上全新設計的天線 放棄上代穩定度不足的NFMI技術 加上最新的藍牙5.4 以及用了最新的高通晶片 都令到PI8連線非常穩定 實試兩星期 無論是人多車多的街上 亦或是交通工具上 都未試過斷線或者有干擾 續航力方面 可以說是PI8的弱項 因為PI8用了高性能外部DSP 所以難免續航力會較現時一般的耳機弱一些 耳機可以播到6.5個小時 耳機盒有13.5個小時的電量 加上都可以用到20個小時 其實都不算短 要靚聲總是要有些犧牲 除了PI8之外 如果有留心聽書的朋友 應該都記得還有一隻PI6 簡單來說 它就是PI8的平價版 外形上與PI8極之相似 用了幾乎完全一樣的設計 只是PI6少了一些金屬物料 當然內在都會有些分別 PI6用的是12mm生物纖維驅動單元 個人覺得低音是明顯比PI8弱 高音亦沒有那麼清脆 但都已經靚聲過不少耳機 根據廠方所說 PI6的聲音質素 其實已經有上代高階的PI7S2水準 雖則是便宜價版 但PI6一樣支援aptX Addictive 24bit 96kHz靚聲 而之前提到PI8改良的天線系統 在PI6亦同樣用到 所以連接同樣相當穩定 不過當然有些功能是PI6沒有 最重要就是耳機盒做不到APTX 試過調整重存功能 即是不可以幫iPhone和其他裝置提升音質 耳機盒亦不可以無線充電 PI6亦沒有獨立ADI DSP DAC和放大配置 以及不支援aptX Noteless App中的EQ調整亦比較簡單 降噪方面我覺得PI6和PI8其實是差不多的 分別反而是PI6在降噪之下聲音會有輕微的影響 而PI8是比較少的 而通透模式和通話方面 兩款耳機真的沒有太大分別 不過PI6有件事比PI8強的 就是續航能力 PI6耳機可以聽到8小時 耳機盒有16小時的電力 加上有24小時 比PI8多了4小時 其實整體來說 兩款都是很好聲的耳機 特別當然就是PI8 改善和提升了很多第一代PI7的弱項位 現在不單是靚聲了 連連接和通話都有明顯的提升 令到新機的表現可以說是更加完美 我真的挺欣賞B&W 有認真正視和完善舊型號的問題和弱項 會在新一代作出針對性的改變和提升 而不只是單單追求硬件上的提升 而選擇方面 如果你是使用iPhone 或者其他沒有aptX的裝置的話 我想PI8都真的是靚聲的不易之選 但如果你本身的裝置已經有aptX的話 又不是追求極致靚聲 便宜點的PI6其實性價比都相當不錯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大家記得like comment和share我們的影片 未訂閱的話就快點訂閱 按鈴鐺就可以第一時間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